大家好,我是郭德纲,又到了郭论的时候了,郭论一直在说历史上的人和事,今天稍微特别一点,也是历史上的人, 但这个人呢,是个外国人,叫乔治·葛登,这个人在咱们的历史教科书里边被称作是一个血债累累的纵火犯,因为他是英法联军的一员,烧了咱们的圆明园,遭人恨, 但除了纵火犯的身份以外呢,他还当过常盛军的统帅,跟那个权清一时的朝廷重臣李鸿章,配合作战镇压太平郡, 要说呢也奇怪啊,他来中国的时候是为了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,是清政府的死敌啊, 可是一转身,成了清政府的得力合作伙伴,是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, 在中英窜红啊,在自己的母国英国,他也被称为是中国葛登, 今天呢咱们就聊聊他,以及他跟李鸿章之间的恩怨是非, 1885年啊,中国正焦头烂额的打着中法战争呢, 当时担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,一脑门子官司,真是无暇旁骛, 就在这个时候,有一个消息,飘洋过海传到了中国, 说英国总督葛登,在非洲的苏丹,被起义军的长矛,刺死了, 蜻蜓上下,极为震动,李鸿章更是触动很深, 他跟这位杨提督啊,交情不浅, 这话就说来就话长了,得从李鸿章自告奋勇, 挑起了到江南镇压太平军的大梁,得从这儿输, 1861年,这是什么年头呢,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刚打完, 英法联军把北京城祸害一通,把远明园给烧了, 以后园给抢了,紧接着先锋皇帝驾崩,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,通过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, 北京的危机呢,算是暂时解除了, 但是慈禧还是相当的闹心,很头疼, 因为他每天批奏折的时候啊,总能看见两江总督上奏, 就说这个太平天国在江南一带势头很猛, 上海啊快盯不住了,急需支援, 曾国藩统领的乡军呢,囤重兵在安庆, 都等着攻破太平军的首都啊,叫天津啊, 就是今天的南京啊, 大伙都等着呢,抢这个头筹啊, 没有人愿意前往江南, 所以为这个,曾国藩很挠头, 就在这个时候,李鸿章站出来了, 当时他还是曾国藩门下的幕僚啊, 不是很齐眼,自高奋勇, 我要挑这大梁,去解上海之威, 现在想着,这保不齐就是一个扬名立万的机会呢, 但这个活不好干,很有挑战, 首先你得组建一支队伍, 你得找人呢, 这个呢倒是没有难道理轰张, 他在自个儿的老家招兵买马, 大概召集了六千五百人, 那就是后来的怀军呢, 这六千五百名怀军在上海一亮相, 上海老百姓一瞧, 哎呀,这个队伍, 着装不整, 军技散漫, 脏话连篇, 杂牌军, 跟叫花子似的, 根本就不是一个作战的队伍, 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呢, 就想让李鸿章凭着这支队伍, 立即行动击败太平军, 尤其暗示他, 尽量不要依靠洋人的力量, 要自力更生, 艰苦战斗, 李鸿章表示压力大呀, 这怎么办呢, 哎, 李鸿章也不是死脑子, 眼珠一转, 大胆的拉拢洋人统领的长盛军, 使上洋人的这个, 落地开花大炮, 这炮一听就厉害呀, 嘿, 这下行了, 连连告捷, 什么是长盛军呢, 哎, 咱们刚才说了啊, 太平军在江浙活跃,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 但是清政府一时也是无力之缘, 因此当时就有这个借尸铸脚这么个事, 简单说呢, 就是上海当地的官身, 父户, 私自做主了, 雇佣的这个外国兵, 因为洋人的武器装备比较先进, 人家知道东西怎么使啊, 这个长盛军一开始不叫长盛军, 最开始的时候叫洋枪队, 这头头呢, 是一个美国人, 叫华尔, 要说这个美国人为什么当起了洋枪队的统领呢, 这得从头说, 因为得从他这个海盗生涯说起来, 这种海盗, 这个华尔呢, 他本来是传主间的少爷, 但是他呢, 不安于平淡的生活, 不安生, 他渴望什么呢, 他就渴望战争, 渴望掠夺, 越热越好, 所以他常常这个, 他往返于美国跟墨西哥湾之间呢, 这个有一个黄金猎手号轮船, 他在这担任大副, 这个过程中他就认识了威廉沃克, 这个沃克呢是更传奇, 毕业于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, 当过报纸的编辑, 可是呢, 你们心思想冒险, 想征服拉丁美洲, 结果呢, 就领了一帮人, 在墨西哥成立了一个小国家, 一边做国家元首, 一边做海盗, 但是美国政府没有支持他, 怕引火上身, 因此呢, 就把他定了个罪, 放逐了, 对一直追随他的华尔, 也是这种对待, 所以说华尔呢, 是个逃犯, 在自个的国家混不下去了, 跑到中国冒险, 一开始呢, 这个洋枪队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, 发挥的力量也有限, 那么说跟着华尔的这些个洋枪队, 这个兵都什么人呢, 什么人都有, 有这个外国的流浪汉, 有解雇的海员, 有英法联军里边的逃兵, 您就知道这些位这散漫状态了, 经常啊, 明天打仗了, 战斗了前夜, 喝的跟个醉勺子似的, 鸣丁大醉, 吵嘴打架, 所以呢, 洋枪队在早期的作战中, 不堪一击, 后来这个华尔在一场战役中啊, 让子弹把脸都打穿了, 话都不能说, 养伤的时候痛定死痛, 摩拳擦掌啊, 想对洋枪队进行整改,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呢, 还真是有点起色和成效, 还打了不少胜仗, 所以当时的江苏巡抚, 叫薛焕, 他是力挺华尔, 不断的向朝廷上奏, 表扬他, 给他邀功, 最后这个华尔干脆就入了大清的国籍了, 洋枪队也被朝廷封名为常盛军, 这个后来, 长盛将军华尔战死了, 引起了不小的风波, 他的好几个手下呢, 都想接这个位子, 斗个死去活来, 最后呢, 这个英国人葛登空降过来, 接盘侠, 葛登一来啊, 这个长盛军就是名副其实了, 因为他当时是英国的现役军人, 他又出生在军人世家, 他父亲是英国皇家的炮兵的将军, 他本人呢, 又毕业于英国的杂木杜军官学校, 接受过很正规的军事训练, 二十来岁呢, 就在战争中立下齐功, 后来在军校还当这个教官, 所以这样的背景, 那很快让他就站住了脚, 新官上任三把火呀, 葛登这个大刀阔斧进行改革, 反正可想而知, 你说这个队伍人员背景那么复杂, 想在这儿吞行改革不容易, 但是葛登这个一上任就有了大动作, 把长盛军里边的土匪的规矩全去掉, 有那个不服的典型跟刺头呢, 那来, 一言不合拉出去就枪毙, 终于把这帮偷奸耍滑的兵匹呀, 弄得个夫妇贴贴, 葛登本来就在军校里边当教官, 现在更行了, 把英国人训练的方法完全照搬过来, 一点也不留情面, 严格执行, 完全是魔鬼训练, 效果显著啊, 这个长盛军接连就拿下了长熟, 太仓, 苏州啊, 等一些个重镇, 指挥战争的时候呢, 葛登老拿着一根腾棍, 很淡定的站在冲锋第一线指挥, 长盛军统帅葛登, 迅速在中英两国窜红, 李鸿章更是对这个得力的合作伙伴, 那满意的不行了, 大家赞赏, 但是也很明显, 李鸿章跟葛登的这种合作, 也不过就是一种利益合作, 谈不上什么私交, 当时清廷的策略啊, 是失一长计以质疑, 对洋人呢, 还是一种利用的态度, 一边用, 一边放, 这里边就少不了摩擦呀, 这么闹别扭, 有矛盾, 其实这也很正常, 你想啊,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, 洋人给清政府拿个耳光, 一下比一下想, 清政府早让洋人的那个, 尖船利炮给打趴了, 也见识到了, 这个对方啊, 烧煞抢掠的残暴和贪婪, 也就是说心里有阴影吧, 拿这个乔治葛登来说, 他前面说了, 他当年为什么来中国, 跟他去苏丹的目的是一样, 自费跑来中国, 是为了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, 你这玩意听着就挺遭人恨, 他和华尔的出身不一样, 他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渴望战争和征服, 这个出生在将军家庭的小青年, 放着舒服的日子不过, 满脑子都是这个, 殖民扩张, 倒是符合当时英国的主旋律, 那时候大英帝国对全世界都垂涎三尺, 掠夺资源, 坐了一个多月的船到了中国, 葛登一在天津登陆, 立马就投入战争, 从大沽口杀进了北京, 最要命的是什么呢, 他接到了火烧圆明园的指令, 可缺了大德了, 因为这个呢, 他在中国名声不好, 葛登当时还算是有点良心, 有点良心, 烧圆明园的时候呢, 他参与了, 他心里反正觉得有点缺德, 他把这个感想写下来了, 他说很难想象这座园林如何壮观, 也无法设想法军把这个地方, 蹂躏到何等害人的地步, 皇帝龙座所在的宫殿, 一律镶着雕塑精巧的乌木, 垫上陈设各式各样的大镜子, 钟表和装着木偶的拔银盒, 还有形形色色精美的瓷器, 堆积如山的五彩丝绸与刺绣, 这里的豪华与文明的气象, 完全跟你在温沙宫所建的一模一样, 从他日记里呢, 也能读出来, 他是有点不老人, 但烧都烧了, 说这个也没用了, 袁明园一烧, 大清的国威就没有了, 咸丰皇帝当场就昏过去了, 气得是出血, 您还别说, 他这日记虽然说于事无补, 但是还有用, 你看咱们历史教科书上都学过, 英法林军火烧圆明园, 但有些个外国专家不愿意承认, 什么时候他一想否认, 葛登这日记就被拿出来说事, 成为打击他们的石锤, 这扯远了, 咱们再往回说, 你说葛登这种来路的人, 最初来中国的目的, 就是给清政府添堵, 找不痛快, 后来他思想有了什么转变, 咱们不好说, 但是始终不变的是维护他大英帝国的利益, 不到万不得已啊, 清政府能不计前嫌任用这样的英国人吗, 所以说, 后来清廷和洋人的合作, 甚至在朝廷里任用洋大,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, 拿着洋枪队来说, 一开始以慈禧为首的清廷, 那是非常抗拒他的存在, 你当时两江总督何贵清, 因为私自筹建洋枪队被斩首啊, 这就是对洋人的忌惮, 实在是怕洋虎一患引蓝无事, 但是没过多久, 清政府就扛不住了, 太平军所向披靡, 上海积极可畏, 洋人呢, 一开始是乐得, 观望了清政府跟太平军之间的开仗, 只要不威胁他们的利益, 他们是可以高高挂起, 但是太平军打到上海了, 事情就不一样了, 清政府跟洋人之间, 这有了共同的利益, 那就是守卫上海, 因为那会上海是通商口岸, 洋人的公司啊, 机构啊, 都在上海的租界里头, 一旦被太平军攻陷, 他们从清政府那儿索取的种种利益, 都有可能打水票, 所以一向保持中立的西方各国, 也开始寻求和清军的合作, 一起是打击太平军, 哎, 在这个拉锯的阶段, 那被这个葛登的前任华尔熬过去了, 到葛登接任的时候呢, 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, 直接开战, 某种程度上, 这也是葛登的幸运, 但是就算合作, 出身封建官僚体系, 代表着大清利益的李鸿章, 和出身资产阶级家庭, 代表着英国殖民者利益的葛登之间, 不可能没有摩擦呀, 他们之间这种亦患亦有的关系, 其实也是大清国和洋人之间关系的缩影, 有这么一个事, 就把俩人的关系推向了高潮, 什么事呢? 苏州沙翔事件, 不知道大伙儿你们听过没听过啊, 就是说清军在联合了洋枪队的情况下, 把太平军打击的构枪, 结结胜利, 后来打到苏州, 苏州离着上海很近, 攻取苏州对保卫上海至关重要, 当时太平军人心有些温散, 朱王各怀鬼胎, 各自为政, 这个就在这个情况下, 纳王高永宽和一众将领, 知道胜算不大, 想要密谋归降, 但是朱王呢, 这些个王爷又不信任清朝的这些统帅, 就找到了信用比较好的英国人葛登, 谈判担保, 葛登拍着胸脯保证您放心, 您各位王家眷在归降之后, 我保证你们的平安, 于是这个纳王高永宽联合了有归降之心的其他诸王, 娶了主帅穆王谭少光的人头, 用白布包裹献给李鸿章作为投诚的礼物, 同时打开了城门让清军入城, 但是没有想到李鸿章出而反而摆下鸿门宴, 屠杀了诸位王爷和守城的太平军, 以时见苏州城内血雨腥风, 尸体是堆积如山, 史料记载吧, 当时李鸿章做这个举动也是有些纠结, 但是最后呢还是这么做了, 你这么做不要紧就惹怒了葛登, 好的时候大伙是你好我好大家好, 但是您别忘了葛登的扬背景, 背靠大英帝国也是不好惹的, 我替你担保你让我信誉扫地, 你们怎么说话不算话呢, 我是绝不会忍气吞声, 善罢甘休, 这个葛登脾气很暴, 当场就抄起左轮手枪, 可着苏州城找李鸿章, 要跟他拼命, 李鸿章虽然是大清的重臣, 大权在握, 但是这事干的确实不地道, 也顾及着国际舆论和葛登这个扬背景, 只能认怂躲到苏州城外的小汽船上办公, 才躲过这一劫, 但这事不算完呢, 躲也躲不过去, 总得有个说法, 李鸿章此举虽然说让葛登, 以及各国领事和侨民极其愤怒, 舆论是一片华人, 泰晤士报等多家外国媒体争相报道, 众说纷纭, 但是蜻蜓对李鸿章打了一家将, 苏州城被攻克的这个简短战报送到北京之后, 大清王朝第二天, 御址就下来了, 封李鸿章, 太子少保赏穿黄马褂, 葛登也得到了封赏, 蜻蜓下达鱼指这样表扬他, 江苏总兵葛登, 带领所属羊枪队助角, 足见其洞系积谋, 精于作战之技能, 截其全力, 中见书勋, 拙即赏给该总兵头等公牌一枚白银一万两, 李鸿章嗜出抓了这个机会呢, 就是平息一下葛登怒火, 封赏一道, 马上派和尸老到昆山给葛登送去, 谁想到葛登怒气未消, 拒绝了万两白银, 不要, 后来怎么凭这事呢, 就是李鸿章找大清海关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, 找他求救, 你要说这个玩儿当时很奇葩, 咱们签了那么些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要赔款, 咱们这个海关的头头, 那都是外国人来担任, 说了就挺急人的, 贺德一出面呢, 有用了, 过段时间, 这个葛登气消了, 继续作战, 直到长州攻陷, 他写信给他妈, 我将在五月十三回昆山总部, 从此不再作战了, 叛军已被打垮, 葛登回了英国以后, 李鸿章花了十八万两白银, 在一个星期内, 遣散了长盛军, 过活拆桥, 已决后患, 葛登呢, 人都回英国了, 对这事儿也就没往心里去, 可能他也意识到了, 杨枪队尝不了, 只不过是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军, 这个抓过来的救命稻草, 平定了太平军, 解散杨枪队也是意料之中, 葛登呢, 也是个职业的殖民者, 在中国这个军旅生涯搞一段落, 一转身跑苏丹去了, 赶出了成绩, 当上了总督, 不幸的是呢, 当这个马克迪率领了起义军, 攻下了科什木的时候, 怒气冲冲, 杀进总督府的起义军, 碰上了正要逃跑的葛登, 一个长矛扔过去, 给扎死了, 结束了殖民生涯, 李鸿章凭借着镇压太平天国有功步步高升, 担任支离总督兼北洋大臣, 长达25年, 真正的权清一时, 此时此刻, 他已经不是当年曾国藩门下那个小幕僚了, 这是朝之重臣, 以后的几十年里边, 也影响了大清国的内政和外交, 所以说, 不管跟葛登有着怎样的恩怨纠葛, 毕竟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, 助了他一臂之力, 没有这个火枪对长盛军, 蜻蜓能不能剿灭太平军, 两说着, 李鸿章心里边还是很念着葛登的好, 所以多年以后, 1896年, 李鸿章到西方各国访问, 走到英国, 还没忘了到老朋友的墓前, 献上一束花圈, 赶怀一帆。 大家好, 我是郭德纲, 这个如今这个时代, 家家户户都有车, 考驾照这个事呢, 也就越来越火, 尤其是这一到放假, 大伙都扎着堆的去驾校, 大人学生都赶着要拿下这个本来, 本管这天再晒再热, 也得按时按点的排队练车, 有的运气好的, 每次都是一把过, 顺顺利利就考下来了, 有的开的不好呢, 就把教练都气死了, 最起码也得气成个段子手, 考驾照真的这么难吗, 大伙还真得是知足, 这要是哥的古代, 想要拿驾照, 比现在麻烦多了, 说到这儿有人就疑问了, 说您这是胡说呀, 古代没有车呀, 考什么驾照呢, 对, 人类社会刚起源的时候, 每天睁眼闭眼想了就是, 怎么能够多逮几个兔子呀, 多拔几张熊皮呀, 各个部落生活范围也就这么大点地儿, 车这种东西不是老祖宗所考虑的, 后来社会就慢慢发展了, 部落之间的交流也增多了, 拿我们家的羊换你们家的米, 咱们互相走动走动, 分享分享生活经验, 拉的东西多了, 走的道也远了, 只靠一双脚肯定不行了, 人们对交通工具自然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, 车就被发明出来了, 刚开始的这个原始车呀, 都是靠人拉, 一般只有一个或两个轮子, 咱们现在在一些个地区啊, 还能看见这种人力车, 正如这个后汉书《猎女传》里边记载, 西归事与服侍, 与豹轩共挽路车一归乡, 豹轩, 大伙听说过, 西汉大富, 以直言尽见出名, 这句话说的呢, 就是豹轩的妻子, 环绍军, 豹轩是个穷小子呀, 小时候呢, 在环绍军的父亲门下学习, 环绍军的父亲觉得这个徒弟是个可造之才, 前途远大, 就想把女儿娶配给他, 还给女儿准备了很丰厚的嫁妆, 按理说娶个富婆也挺好, 可豹轩不愿意了, 跟未来的这个媳妇说呀, 说我这个穷书生怎么配得上你呢? 环绍军听了之后, 就把嫁妆全部的还给了父亲, 在结婚的当天, 跟豹轩一块, 推着路车, 回了家, 现在咱们有一个词, 形容这个夫妻俩生活贫苦, 但相亲相爱, 叫共挽路车, 就是从这来的, 这里头呢, 路车, 说的就是汉魏时期盛行的一种独轮车, 为什么叫路车呢? 你看有人猜了, 是不是路拉的车呀? 不是怎么回事, 这个独轮车是靠人拉的, 既能拉人也能拉货, 它是因为空间小, 这个大小只能容下一只路, 所以叫路车, 俗名也就是古路车呀, 可人力是毕竟有限, 后来人们就驯化了牲畜来拉车, 这样拉的东西多, 走的也快, 提到拉车的牲畜呢, 大伙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马, 马车吗? 马跟车分不开, 马车, 确实是这个矗立车的主力, 但在古代马车不是人人都能坐得起的, 主要是供军队或者是贵族出行使用, 那平常人要出门怎么办呢? 骑骡子, 骑牛, 甚至骑什么驴这都行, 后汉书光武帝记载,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, 骑士反抗亡莽, 快上阵作战了, 连一匹马也没有, 怎么办呢? 最后骑着牛上了战场, 后来在战场上杀了敌方一个骑马的军官, 才得了人家一匹马, 也算是靠着一头牛, 迈出了复兴汉朝大业的第一步, 虽然蓄力代替了人力, 人不需要拉车了, 可这个声序呢, 也不会自己开车, 人得会驱使他们, 能够熟练的驾驶马车, 是古代壮年男子, 必须要掌握的技术, 六亿里边的玉, 就是说的他, 以前有专门的五玉, 来考核人们的驾驶技术, 咱们现在您看这个考驾照是三个科目, 但古人得考五个, 分明是啊, 这个明和鸾, 诸水驱, 过军表, 五郊渠, 诸秦左, 你看我这么一说, 您各位是不是就糊涂了, 别着急, 这个咱们一个个说, 这五个科目到底是什么呢, 您看这个古代啊, 也讲究油门啊, 这个离合这个配合, 也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一个明和鸾, 明鸾是古代马车上挂的两个铃铛, 一个在车厢上边, 一个在车员的这个横梁上, 挂两个铃铛什么意思呢, 这个马车走的时候, 铃铛肯定会随着响, 这个要求你啊, 驾车的时候, 两个铃铛的声音得协调一致, 声音得有节奏, 你不能劈了啪了, 叮了光了, 细了花了, 这不像话, 影响乘坐者的心情, 这个其实这个要求也不顶线做嘛, 你看现在开车你都不一定做得到, 第二个呢, 叫煮水驱, 这个简单了啊, 从它的名字分析, 给你一段很曲折的水沟, 让你开, 跟S弯一样, 不过呢, 路况比较糟糕, 也考验这个开车人的临危应变能力, 还有这个过军表, 军表啊, 是指着这个标示着国军位置的旗帜, 以前国军在组织打猎, 会见诸侯, 出兵打仗的时候, 所在位置都会有旗帜标示, 过军表就是驾车经过军表的时候, 要向国军行礼, 当然了, 考试没这么简单, 会在路上放一些个石堆啊, 做障碍物, 在这个马车驶过的时候, 车头跟两边石堆的间隙啊, 只有五寸, 车手要恰到好处的, 从中间通过, 还有这个科目寺, 就是这个五郊渠, 九省通渠啊, 大伙都知道, 渠说的就是四丛八达的路, 这个五郊渠就是在人流车流多的路口行驶, 考验你的综合上路能力, 最后呢, 这个科目五叫竹琴左, 这是实战考试, 要求驾驶人追赶琴寿, 把这些个琴寿呢, 都得赶到车的左边, 方便车上的弓箭手射杀, 你瞧这不容易啊, 这个五大科目要是能考过, 你就能顺利的开车上路了, 那要是没考过怎么办呢, 也能再考, 不过他考的次数有限制, 甚至是一直考不过, 还有惩罚, 秦朝出律力里边就规定, 考了四次还考不过, 就被取消考试资格, 并且还要服四年的摇曳, 虽然古代考驾照很难, 考不过还有受罚的危险, 但在古代, 车开得好也是大有益处的, 不说找工作不用愁吧, 给大人物开车还能夹封禁绝, 造富就是这么一个车技娴熟的老司机, 传说造富是五帝之一, 这人的名字您记住了, 专虚, 是专虚的第十三代传人, 在造富的祖先中好几个都是以驾车技术高超, 文明天下, 比如这个飞联, 实际秦本记里面有记载, 恶来有力, 飞联善走, 善走就是说对马匹的驾驭能力, 好, 受祖辈的影响, 造富呢也从小喜欢驾车, 拜当时一个很有名的泰斗士, 学习驾驶技术, 学成以后, 受周穆王的征召入宫, 成为了穆王的专职司机,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, 有一天, 造富和穆王一起出城打猎, 两个人驾着车往西边就去了, 不知不觉就到了西王母的摇池了, 穆王跟西王母一见如故, 俩人还互生爱慕, 周穆王和西王母每天在摇池, 喝喝酒唱唱歌跳跳舞, 日子过的呢比神仙还快活, 太开心了就不想回国了, 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呢, 这个徐国的国君, 徐掩王, 马上就带兵造反了, 已经兵临城下, 怎么办呢? 造富就架了他这八匹两马, 发挥自己高超的开车的技巧, 飞速的把周穆王带回了浩京, 穆王趁着徐掩王不备, 打得一个措手不及, 这才保住了周王朝的江山, 后来周穆王为了奖励造富的救国有功啊, 就把赵称赐给了赵富, 这个赵富呢, 从此改称赵氏, 也就成了后来赵国的始祖, 说到这儿大伙是不是挺羡慕啊, 在古代坐司机还能够得到城池, 待遇是真好, 车技好的受重视, 车技不好的要是上了路, 那也不是脑子玩的, 在古代要是出了交通事故怎么处理呢? 咱们还真找着一个案例, 唐朝宝英元年六月, 高昌县, 就是现在这个吐鲁班那边,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, 唐朝对外贸易发达, 高昌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商多, 街上的路都是人多马杂, 一天呢, 这个一个小男孩, 一个小女孩, 在一家商铺门前玩耍, 男孩叫金儿, 女孩叫响子, 这个时候呢, 一个工人驾驶着一辆牛车, 把城里的土坯送到乡下去, 可能是因为这个疲劳驾驶, 牛没驾好, 这车突然间不受控制, 冲向了两个小孩, 把俩小孩的这个腰啊, 都给撞骨折了, 那个年头, 腰部骨折基本相当于瘫痪, 能不能保住命都难说呀, 情况这么严重, 怎么处理呢? 唐代的律法里边, 对驾车伤人的情况, 有专门的规定, 肇事者可以先申请保固, 咱们现在的理解就是, 先取保护人, 为伤者筹集医疗费, 等伤者情况确定, 再按律法做出处决, 那这最后这个肇事者, 到底受什么惩罚呢? 流放三千里, 永世不得还乡, 要说古人交通法也够狠的, 其实不仅是撞伤人要受罚, 超速超载在古代, 也有明文规定, 根据这个唐绿呀, 你看在没有公司原油的情况下, 在街道上想飙车, 这这大屁股, 超载呢, 是根据超出重量的多少, 打板子, 超重越多, 屁股越疼, 如果超载太多, 就不仅仅是挨板子, 还要吃上两年的劳饭, 所以说这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, 把车开好,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 而且在古代开车有风险, 坐车风险更大, 一不小心就没命了, 为什么这么说呢? 你看历史上有这么两件事, 第一个, 关于这个陈胜的死, 陈胜大家不陌生啊, 陈胜吴广嘛, 陈胜就是那个, 说烟雀暗置洪湖之志, 领导反秦农民起义的一代肖雄, 他虽然报复远大, 但死的有点冤枉, 是被自己最信赖的司机, 给杀死的, 这个史记里记载, 腊月陈王至乳因, 还至夏城府, 其欲庄甲杀义降秦, 说庄甲在逃跑的途中, 向秦兵投降, 杀了陈胜, 陈胜肯定是万万没想到啊, 这个自个儿的反秦大业, 断送在司机的手上, 另一个说的就是春秋时期, 宋国和郑国交战, 宋国将军化缘, 炖羊肉, 犒劳士兵, 偏偏到他这个车夫, 杨真这儿, 肉没了, 杨真没吃上肉啊, 嘴里没说什么呀, 心里开始嘀咕, 对这个花员呢, 就有了意见, 第二天交战, 杨真一斗江绳, 带着花员直奔郑国的军营, 花员一看情况不对劲呢, 哎哎哎哎, 你往哪开啊你这车呀, 杨真头也不回, 说分羊肉你说了算, 去哪儿我说了算, 就把这花员带到了敌营, 这仗还没打就输了, 所以您看看这个, 这个司机啊, 能决定带你去何方, 毕竟车往哪儿开, 你说了不算, 方向盘在人家手里呢, 聊了这么多, 古人开车的事, 咱前面也说了, 古代经济不发达, 老百姓穷, 不是家家户户啊, 那都能有车, 还有的虽然说家里有车, 但出远门, 也不方便一直待在身边, 那么身边没车, 又有急事要赶路怎么办呢, 哎, 打车, 古代啊, 跟咱们现在一样, 有专门的继承车, 古人叫寄离古车, 啊, 那咱们现在坐车打表, 啊, 这个寄离古车, 寄费, 就是打鼓寄费, 禁书里边有一章, 是专门写这个服饰和车马的, 叫鱼服质, 里边记载着, 啊, 寄离古车, 驾四, 行质如丝难, 其中有牧人直锤向鼓, 行一礼, 则打一锤, 这是历史上关于寄离古车的第一次描写, 这话说什么意思呢, 就是四匹马拉车, 车上面有一个用木头雕刻的小人, 小人面对着一张鼓, 手里拿一股锤, 车没走了一里地, 这小人呢, 就敲一下鼓, 用这个方法来计算走了多少路程, 有的朋友怀疑, 这个小人敲鼓, 什么原理啊, 这个其实就是利用咱们现在常见的, 就是两个大小尺的那个插动原理, 小人的这个手臂上拉着一根线, 跟他相接的这个齿轮啊, 每转一周, 就拉动这根线一次, 让小木人瞧一次鼓, 就拿这个来实现路程的计算, 近代以后的文献记载, 既离古车也不断的更新换代, 又出了进阶版, 不仅这个一里地一打鼓, 还设了一个小人, 十里地一敲锣, 你说在古代, 你说打个车, 这一道上啊, 敲锣打鼓了, 一会咚咕咚咚咚, 一会团咕咚咚, 也挺有意思, 古代的马车咱们聊了很多, 那中国什么时候有汽车呢? 汽车传入中国是在清朝, 第一个拥有汽车的是非常特别的女人, 哪位呢? 慈禧太后。 1901年, 慈禧66岁生日, 袁世凯为了给太后祝寿, 花了一万辆白银, 大概相当于现在的700万人民币, 从外国人手里买了一辆图利亚牌的汽车, 送给慈禧。 慈禧听说这玩意好啊, 不吃草, 不喝水还能跑, 开始不信, 后来这个鼓起勇气尝试一下, 哎, 稳稳当当, 挺舒服, 跑得比马快, 赏赐了袁世凯的金银财宝, 坐了车没事出去玩去, 刚开始给慈禧开车的是个洋人, 可慈禧对外国人不放心, 在宫里挑了一个叫孙富玲的, 去学习驾驶技术, 这个孙富玲就成了慈禧的御用司机, 孙富玲不仅车开得好, 还会察言观色, 很会哄太后高兴, 有一次开车带太后出游, 太后高兴, 赏她玉酒喝, 大伙您知道, 开车不喝酒, 喝酒不开车, 这个孙富玲酒驾, 回去的路上还闹出了人命, 撞死了紫禁城的一个太监, 虽然说太后没受伤, 但满赵温武对这个事不满, 有人上书了, 说驾车的奴才和太后同起同坐, 成何体统? 慈禧觉得呢有道理, 让人把这驾驶座拆了, 让孙富玲跪着开车, 孙富玲一听心说这也没法弄啊, 跪着怎么开啊, 可也不敢不遵旨啊, 哎, 他也是个聪明人, 用棉花把汽车的排气管堵上了, 就说车有问题了, 哎呀, 出不去了, 有故障需要维修, 哎, 趁着慈禧不用他的时候, 就开溜了, 再也没回来, 后来清朝灭亡, 到了民国时期, 对驾驶人的管理就更加严格了, 政府也开始正式的为驾驶人颁布驾照, 可那时候开汽车的人还是寥寥无几, 这驾照颁给谁呢? 罗车, 马车, 自行车, 人力车都得持正上岗, 咱们国家刚成立的初期, 汽车也是少的可怜, 上海有一户人间, 国外的亲戚送辆车给他, 自个儿也不会开, 也不敢开, 直接把车捐给国家了, 以前的驾照不好拿, 主要原因也是汽车不普及, 不过有好处, 交通事故少, 空气质量好, 现在开车人多了, 不管您是老司机还是新手上路, 要求各位文明开车, 向古人看齐。 各位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, 非常高兴您又收听郭伦了, 这个前几期不知您还记得不记得, 咱们聊过一个话题叫女王啊, 里边咱们提到过一个前两年挺火的人物, 就是被人们习惯称为芈月的宣太后, 这位宣太后特别的不容易啊, 别看执掌秦国的最高权力, 每天这日子过得也不怎么舒心, 内部呢, 有儿子昭湘王, 跃跃欲试, 急于亲政, 外部啊, 强敌环绕, 时刻威胁着大秦的安全, 其中咱们还举了个例子, 就是那个时候, 战国七雄当中, 有一位政治强人, 这位强人就是赵国的赵武凌王, 宣太后掌权之初, 甚至在掌权以前, 都要看这位强人的脸色, 否则他就没有后来的地位和权力, 换句话说, 不是赵武凌王点头, 历史上可能就没有宣太后这位人物, 那么宣太后跟赵武凌王是什么关系, 赵武凌王究竟在哪些地方, 配得上强人这个称号, 咱们今天就聊聊他, 公元前307年, 秦武王参加举重大赛, 结果计数失误, 在抓举大鼎这个上目, 还不但是一分没得, 还把命给搭上了, 他死了之后啊, 因为没有孩子, 所以秦国马上就因为争夺继承权, 打起来了, 这个争夺的双方啊, 分别是秦武王的生母, 惠文后的队伍, 以及宣太后代表队, 秦武王有个弟弟, 比他小四岁, 叫盈济, 也叫赵济, 就是后来的这个昭相王, 他少年的时候被派到燕国当人质, 本来他是没有什么机会继承王位的, 结果天上掉馅饼, 一下砸了他脑子上了, 本来会文后和宣太后啊, 各自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, 就在这个时候, 赵武灵王强行的给秦国增加了一个选项, 就是盈济, 最后秦国迫于他的压力, 没办法, 只能立盈济为亲王, 赵武灵王啊, 这个时候的实力太强, 没人能跟他置气, 像这种插手别人家里边继承王位的事, 他不是头一回干了, 当初燕国内乱, 燕国有个小公子, 在韩国做人质, 赵武灵王生生的从韩国把人要出来, 然后派军队保着这位公子回燕国继承王位, 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燕昭王, 所以赵国和燕国在那一段时间关系非常的好, 盈济从小在燕国跟燕国的关系肯定很亲, 跟赵国呢也就不会太远, 所以李盈济为秦王, 对赵国有利, 所以赵武灵王才会跟着搅这趟浑水, 不过呢, 这个通过刚才这两件事来看, 他一家至少能压住三家, 燕国, 韩国, 秦国, 那么这么强的实力是怎么来的呢? 咱们得一点一点的说, 春秋变成战国之后, 第一个强大起来的国家, 不是秦国, 也不是赵国, 而是魏国, 您都知道历史上孙庞斗志的故事, 就是孙殿, 庞娟, 这俩同学之间爱恨情仇的故事, 当时庞娟所在魏国, 那时候是想揍谁就揍谁, 偏偏碰上孙殿这个克星, 先后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, 败给了孙殿指挥的齐国军队, 魏国的国力从此就遭到严重的削弱, 有道是乌露偏逢连夜雨, 传吃幼豫顶头风啊, 不等这个魏国缓过来, 他们的第二个克星又出现了, 就是赵武陵王他的父亲赵肃侯, 赵肃侯是战国立国以后的第五个领导人, 凭借自己出色的领导能力, 很快的就把魏国给压下去了, 而且捎带手把齐国也给打服了, 以至于赵肃侯死的时候, 秦楚燕齐魏, 五个国家各自派出一万人的队伍来赵国, 您听明白了啊, 各自派一万人来, 这不是来趁火打劫来报仇, 而是一起过来给赵肃侯治丧的, 从这一点您就看得出来, 赵国已经完全代替了魏国, 成为第一强国, 公元前三二六年, 十五岁的赵武灵王继位, 刚继位的那几年, 他还没有大折腾, 但是有些个作为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了, 比如说, 在他做赵王的第八个年头的时候, 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, 史称五国相王, 就是这个五个国家的领导人合伙, 大伙一起呢, 给自己掌了一几, 原来都是诸侯啊, 现在呢都称王了, 并且还要互相承认, 这个您得知道, 在这之前, 天底下公认的就是一个王, 就是周天子, 可是后来周王室这点实力啊, 实在是不定用, 就好比说有一个大公司, 董事长一点股份都没有了, 你说这些个股东还能在乎你吗, 是吧, 这其中就叫赵国, 然而就在五国相王之后呢, 赵武灵王突然宣布, 我们赵国没那份造化, 也没那个实力, 我呢, 我就不成王了, 管我叫君就行, 君就是君主的君啊, 那一年赵武灵王才二十三, 称王称霸在那个时候, 是多少贵族国君的梦想, 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, 居然能忍得住诱惑不要了, 是他真的不想要吗, 未必, 很多人都说, 要是真不想称王啊, 你别跟那四国开会去, 会开完了, 你承认人家了, 人家也承认你了, 这个时候你再来一个高风亮节, 谁信呢, 也有人说, 这充分说明了, 赵武灵王人小鬼大, 既能得到人家的承认, 还能落个好名声, 不过这个玩意儿, 咱们不能排除另一种情况, 就是年轻人追求完美, 不像那帮老油条啊, 年轻人往往有时候倔强, 认死理儿, 有时候又很浪漫, 希望事情能按自己的规划来进行, 这些个都是有可能促使赵武灵王做这个决定的原因, 当然了, 这个猜测呗啊, 您说这是猜测, 拿常理去判断, 难免不科学, 也许赵武灵王就是一个早熟的品种, 人家就是能在23岁的时候, 跟大伙打关签玩一把高的, 但是综合历史上的记载来看, 赵武灵王啊, 确实不是一个单纯可以用理性分析, 就能了解全面的人, 是个既倔强又浪漫的人, 那这一点怎么证明呢, 你看啊, 咱们先说他倔在那儿, 咱们都知道历来史学上有战国七雄的说法, 但是有些位您可能不知道, 战国时期还有一个国家被誉为是战国第八雄, 这个国家叫中山国, 这个中山国不是周王室分封的国家, 是由一个叫白狄的民族, 在公元前414年自己建立的, 中原各国一直把它看作是威胁, 尤其是魏国特别显得哀事, 就在公元前407年把它灭了, 但是到了公元前380年呢, 他又复国了, 而且好死不死的就横在赵国的中间, 把赵国长期的一分为二, 因此赵武灵王一辈子的主要的注意力都在这个中山国上, 当时赵国天下第一的位置受到了严重的挑战, 有的时候跟人家打仗输的, 连裤子都剩不下, 就在五国相亡的第二年, 也就是公元322年, 赵国被秦国打败, 让人家消灭了八万人, 显然呢, 赵宿侯死之后, 赵国的力量呈衰败的态势, 作为国君的赵武灵王呢, 必须让这个国家有所改变, 他先是修筑公事, 作为自己发动军事行动的据点, 接着就开始了一个大胆的改革, 叫胡福齐社, 战国的时候吧, 出现了很多的人改革呀, 变法的情况, 最著名的像秦国的商鞅变法, 还有这个魏国的李逵变法, 楚国的武器变法, 这些个改革行动啊, 都是系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, 相对而言呢, 胡福齐社, 似乎只是针对军事这一点, 中原文明的服饰啊, 都是宽袍大袖, 打起仗来很碍事, 那游牧地区的国家, 他就不一样了, 窄妖窄袖, 树身便捷, 打起仗来方便很多, 赵武灵王就根据他们这个眼, 开始让自己的部队, 换上了更利于作战的衣服, 并且按照游牧地区的作战方式, 来训练部队, 如果啊, 按照当时国家认同标准, 赵武灵王可能是有记载的,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,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人, 你也知道, 从古至今, 任何一个改革都会有阻力, 呼服七色, 也不例外, 中原文明啊, 一直是讲礼法的文明, 穿衣, 戴帽, 走路, 讲话, 都是有硬性规定的, 孔子的大徒弟子洛, 跟人家打仗的时候, 帽子这个绳子, 让人家砍断了, 他马上就不打了, 去整理帽子, 结果被人家趁机杀死了, 所以任何一样, 关于穿衣服的改变, 古人也是轻易的, 不会接受, 好在赵武灵王是个很有方法的人, 他先是小范围的, 先搞一个试点, 成功之后, 就有了理由了, 再去游说那些个反对的人, 讲事实百道理, 口若玄河, 唾沫横飞, 终于把这帮人给说服了, 于是马上全面推开自己的改革, 打这起, 赵国就进入了跨越式的发展阶段, 战斗力一下就涨了上来了, 经过八年的努力, 他终于在公元前, 二九六年, 把中山国给灭了, 充分证明他的改革是成功的, 也证明他是一个不达目的, 势不把修的人, 那刚才咱们说了, 说他还是个有浪漫的人, 那怎么证明呢? 春秋战国的时候, 这个各国经常会出现一种, 让人脑袋瓜子疼的事, 就是你老国王干的挺好, 国家的实力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, 但是这个老国王一死, 孩子们为争夺继承权, 就得大杀大砍一阵, 这一下又得回原型, 秦国那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? 秦惠文王在位的时候, 秦国的国力那是数一数二, 他这一死, 惠文后跟宣太后一打架, 秦国好几年都没恢复过来, 赵武陵王也怕这个, 所以呢, 他选择了一个高招, 就是活着的时候, 就把位置传了, 国君还活着的时候, 就传位, 在中国不能说是不多见, 但是呢, 大多数他有猫腻, 要不就是继承人啊, 实在是等不了自个儿的爸爸死了, 哎呀, 这个我太想当皇上了, 这我爸爸怎么还这么硬了呢, 看这意思, 可能我未必熬得过他, 要了命, 必须得马上接班, 你看这个唐朝的玄武门之变, 不就这样吗, 是吧, 这是一种, 要不然就是这个天下大乱, 皇上在群众中的微信, 基本等于零, 唐明皇李隆基就属于这种, 此外也有那个皇上还特别怂, 顶不住各方面的压力, 你像唐瑞宗和宋徽宗就属于这种,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最特殊的, 就是乾隆皇帝, 他自个儿说了, 他是不想超过他爷爷康熙, 所以干了六十年, 就主动退休了, 但是谁都知道, 他这个退休这是假的呀, 权力还是在他的手里头, 赵武陵王的传位, 虽然说理由不同, 目的不同, 但是形势差不多, 公元前二九九年, 他把自己的王位呢, 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赵和, 也就是赵惠文王, 但是什么权力他都传了, 单单这个兵权没传, 他自个儿的意思说得很好, 让儿子呢, 把其他的活全干会了, 也会开会了, 也会讲话了, 也会搞文艺宣传了, 什么方法面面都会了, 我呢, 先带着兵四处作战, 等我岁数大了, 我也打不动了, 到那会儿, 我就把兵权再给我儿子, 这样呢, 这个也不耽误自己的事, 也能保证权力可以平稳过度, 您知道什么叫这个单纯到可爱吗, 就是他这种, 按照他这个设定啊, 最多也就保证他自己的儿子们不能互相掐起来, 他就没想过你们父子之间会不会掐起来, 事实证明的确掐起来了, 不仅如此兄弟间也掐起来了, 一点也没省起来啊, 赵惠文王赵和, 是赵王的次子, 也就是说他有一大哥, 这大哥叫赵章, 本来赵章是太子, 后来因为赵和的母亲得宠, 所以赵武灵王就改立了赵和, 但是这么一来呢, 他又觉得对不起大儿子, 怎么办呢, 他就想把赵国呀一分为二, 让已经是赵王的这个赵和, 把赵国的代军封给自己的大哥, 让赵章做代王, 这一下赵国的满城文武, 那全都凌乱了, 隔顶隔站得风中凌乱, 他自己管军队, 老二做赵王, 老大做代王, 一个国家仨领导人, 这还不如等他死了以后, 让他们哥们打架呢, 所以大臣们都反对, 这一反对, 赵武灵王心情不美丽了, 这个人走茶凉啊, 我这刚退休两天, 你们不拿老前辈当回事吗, 不尊重我这个前辈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吗, 于是呢, 想一昏招, 挑拨这个自己俩儿子打起来, 然后呢, 他再出头, 居中调停, 总揽大权, 针对他这种布局, 咱们只能说, 你想多了, 赵和此时已经获得了满朝文武的认可, 他不可能吃着嘴里的这肉再吐出去, 所以人家发现苗头不对, 就马上先下手为枪, 剿灭了赵章的党羽, 赵章没办法, 得了, 就投靠老爹去了, 赵和的手下一条斩草要出根啊, 干脆搂草打兔子, 把赵武灵王也给收拾就得了, 不过毕竟赵武灵王那是太上皇, 你不能直接杀呀, 就采取了围困的方法, 最终, 一代雄主, 赵武灵王同学, 被自己原来的大臣活活的饿死在沙丘宫, 历史上管这叫沙丘之乱, 赵武灵王这个胡福奇社呀, 历来被史学家所赞颂, 套用近代史的说法, 他算是睁眼看世界敌人, 为了提振国家实力, 敢为天下先, 挑战固有的价值观, 说明他是一个敢想敢干, 不为艰难的勇敢者, 为国家的长远打算, 八年的功夫灭了中山国, 也体现了坚韧不拔的一面, 但是呢, 这个重感情, 因为这个让他的思路受打扰, 以至于, 这事出刹子, 送了命, 为什么说赵武灵王是一个浪漫的人呢, 可浪漫的人有想法, 千奇百怪呀, 而且会坚持想法, 为了自己的想法负责到底, 但有的时候会感情用事, 最终付出了他, 不愿意付出了代价, 综合赵武灵王的一生来看, 他太符合这一点了, 所以说呢, 他也算是史诗级的人物。 西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, 我是郭德纲, 这个又到了郭伦拉, 搬一小板子, 您做好了, 汽上茶水, 抓一把瓜子, 咱们要聊天了, 今天咱们聊的这人呢, 我一说他的名字, 我估计您就得来精神, 谁呢, 就是战国时期, 齐国护国皇娘, 钟离国母的丈夫, 齐宣王田辟将, 一说齐宣王啊, 很多人就想到, 我说的长篇单口相声丑娘娘, 丑娘娘也是传统作品, 东周列国治理的一部分, 传统的说法管的叫六部春秋, 关于钟离娘娘的故事呢, 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, 人们的注意力呢, 就是在丑娘娘, 钟离春身上, 当然, 由于他就隐身出来身边的这位, 齐宣王, 齐宣王这个形象, 其实不只是单口相声里面有, 好多艺术作品里面呢, 都提过他, 基本上, 就是有点没溜, 二百五, 电影中午宴里边, 齐宣王有化心, 又无能, 毫无个人诚信, 当然这个人呢, 有点悲催, 就是干什么什么不顺, 有了新欢, 就冷落正宫国母钟乌宴, 弄得钟乌宴跟他离婚, 大臣们也都重叛亲离, 为了占别的国家的便宜呢, 骗人家跟他玩, 欺负人家不懂, 跟大伙耍赖, 后来弄得国家都快输没了, 在我那一版这个丑娘娘里呢, 齐宣王比电影里的好点, 有限, 但也是净说不算, 贪恋女色, 最大的特点这个人呢, 说了不算, 算了不说, 比较识快, 跟娘娘打赌, 输了三十万两银子, 自己一分钱不掏, 让手底下的大臣, 一人十万两顶上, 吃元宵, 巧遇雪, 葫芦僧, 把人家抓住之后, 把卖元宵的钱拿走了, 反正这个主不像个王子, 这个太爱占便宜了, 另外这个据《猎女传》记载, 齐宣王曾经被人家当众怼到快怀疑人生了, 让人家止着鼻子骂他, 说快完蛋了, 那么骂他这个人后来怎么样呢, 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说他呢, 这个您耐着性了, 慢慢的聊啊, 咱们以前好多次都提过一个历史的名词, 叫田氏戴琪啊, 田氏戴琪在中国历史上, 有着很重要的意义, 它标志着奴隶制王朝的体制被打破, 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上台掌权, 周五王分封八百诸侯, 把这个居公制尾的太公江子崖封在齐国, 所以齐国的领导人应该是姓姜的, 历史上赫后有名的齐桓公就是姓姜, 姜小白啊, 但是后来江氏贵族的权力呢, 被田氏贵族逐渐的取代, 一直到公元前386年, 周安王正式册封田氏贵族的首领田和为齐侯, 从此以后,齐国的领导人就开始姓田了, 齐宣王叫田辟江, 是田氏家族的第五代齐国领导人, 也是齐国历史上第二位齐王, 原先齐国的这个国君啊, 都叫什么公, 齐桓公, 齐景公, 还有他太爷, 齐太公, 到了他爸爸这辈儿觉得叫公啊, 有点不符合自己的身份, 就给自己往上调了一级, 历史上称为齐威王, 他继承他爸爸的王位, 所以登基之后也是王, 你别看齐国也是王了, 地位上去了, 但是周围的环境还不如啊, 不是王那会儿了, 当初江家领导齐国的时候, 齐国是天下的霸主啊, 经过二百多年的折腾, 又是内忧又是外坏, 齐国的风光早就不复当年了, 刚进入战国时代的时候, 最厉害的是魏国, 齐宣王继位的时候, 魏国虽然也不行, 但是还有点加底儿, 最可怕的, 就是与此同时, 秦国已经开始用商鞅变法了, 给齐宣王留下的国际环境, 可以说那是非常的严峻的, 除了魏国和秦国以外, 北有燕国, 南有楚国, 这俩也不是好相遇的, 尤其是燕国, 跟齐国那是九大交道, 大大小小的冲突啊, 一直没停, 不过就在公元前314年, 从天上咔嚓咔嚓咔嚓咔一声, 吊起一张大馅饼啊, 哎呀, 这大馅饼啊, 又热又烫又香, 砸进了齐宣王的嘴里边, 让跃跃欲试的齐宣王, 有了一战报复的机会, 丑娘娘里边, 齐宣王没了忠离国母啊, 那就是把北京面做了点心, 那就是一个废物, 好几次都想自己就地亡国, 尤其里边有一回书啊, 燕国驸马, 孙涛孙子玉, 因为被奸臣挑拨, 出兵伐齐, 齐宣王一点主意都没有, 还是丞相燕英给他出主意, 让他请出来中离国母, 替他退走了燕国的兵马, 在这里我们要澄清两个问题, 头一个, 齐宣王和燕英没见过面, 齐宣王哪年生呢, 咱们不知道, 他是公元前320年继位, 公元前301年死的, 而燕英呢, 是公元前500年就死了, 换句话说, 齐宣王就是活过一百去, 他也只能看见燕英的坟头, 估计旁边坟里还埋着是燕英的孙子, 接下来就是齐宣王这个人呢, 他其实是一个攻击性很强的领导人, 绝不是那种轻而易举, 就让人家兵临城下的人, 咱们前面说了, 公元前312年, 老天给了他一个难得的机会, 就说那个, 哭插一下, 有一个大馅儿兵, 什么机会呢, 就是一直跟齐国不太对付的燕国, 发生内乱, 燕国当时的领导人呢, 就是燕王快, 燕王快这个人呢, 你要夸他基本上就是个糊涂车子, 他手下有个大臣叫子之, 管拜享国之位, 燕王快呀, 大事小事, 全听他的, 倚重他, 你倚重他就倚重他吧, 居然要把王位, 善让给子之, 关键这个燕王快, 你本来已经都立了太子了, 你这么一弄, 太子不乐意了, 领兵作乱, 但是不久, 就被子之给平定了, 虽然如此, 整个燕国的局势, 就开始动荡不安了, 于是齐宣王趁机出兵, 派大将匡张, 讨伐燕国, 您听仔细了啊, 这人叫匡张, 不是丑娘娘, 齐国的军事行动很顺利, 只用了五十天, 就占领了燕国的独成, 还杀掉了燕王快, 子之呢, 了不起, 要说燕王快看人呢, 还是真准, 子之那个骨头非常的硬, 一看齐国攻破了自个儿的首都, 二话没说, 转身就跑, 可能是不管是走得急, 没带护照啊, 还是怎么着吧, 反正没跑了, 让齐国人抓住, 给杀了, 这个时候, 齐宣王可以说是春风得意, 燕国等于说就被灭国了, 就在这个时候, 局势急转之下, 有句老话说的好, 在家不行善, 出门打鱼怪, 这个齐宣王讨伐燕国的行动, 很快就遭到了其他大国的抵制, 史记记载, 大概在两年以后, 赵, 魏, 韩, 楚, 秦, 联合一些小国家一起声讨齐国, 你要知道, 战国时期最有实力的国家就是七个, 现在呢, 除了燕齐两个当事国之外, 那哥五个全站出来了, 好像一张大馅饼掉嘴里边, 可惜直接卡在器官里了, 随后这个齐宣王被迫吧, 收兵撤退, 让燕国自己恢复秩序, 燕国经此一难, 历经图治, 并且推举出一位燕国历史上最贤明的君主燕昭王, 三十年后, 燕昭王派越议伐齐, 险些灭了齐国, 齐国从此是一蹶不振, 也就是说, 齐宣王这次军事行动, 不但无功而返, 并且给齐国埋下了祸根, 其实在春秋战国呀, 这个一个国家灭掉另一个国家是很平常的事情, 那为什么齐宣王这次的行动就那么遭人恨呢, 这个道理很简单, 平时啊, 你灭个小国, 大伙都心照不宣, 可这次呢, 你等于灭了一个同等量级的国家, 那五个国家能坐得住吗, 这是树打招风了, 齐宣王是犯了众怒, 而且齐宣王有个毛病, 骄傲自满, 不太注意跟别的国家搞好关系, 这一点呢, 从一位智者跟他的对话中就看得出来, 那么这位智者是谁呢, 在齐国呀, 有一个当时全中国最权威的学术研究所, 叫济夏学宫, 这个学府是当时最有名的学术阵地, 主要是来这个, 用来学道家的皇老之学的, 可是朱子百家在这儿都可以宣传自己的思想, 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主要阵地, 济夏学宫是在齐威王的时代创办的, 当时影响很大, 齐宣王继位之后再度兴盛起来, 从这一点上来说, 齐宣王还是挺能招贤纳士的, 其中儒家有一位代表人物, 叫穆明找来了, 他就是日后和孟子并列, 有亚圣之称的孟科, 也就是孟子啊, 孟子梁慧王下, 记载着孟子很多这个跟齐宣王的对话, 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典故, 就是君子远抛出, 你听明白了啊, 孟子说君子远抛出, 不是说君子不应该当厨子, 那也是跟这个齐宣王对话的时候, 话改话, 那次对话, 齐宣王上来就问孟子, 齐桓进闻之事可得闻乎, 为什么要向孟子问齐桓公进闻公这俩人呢, 因为这俩人都是霸主, 他也想做霸主, 孟子就跟他说了, 种泥之徒, 无道还文之适者, 就是我们儒家的人, 我们不聊这些啊, 咱们说点别的吧, 你说作为当时的大学者, 齐桓进闻, 两位霸主的事, 孟子能不知道吗, 要是诚心的不往那聊, 目的就是一个, 想让齐宣王放弃争夺霸主的想法, 改行王道, 在儒家人的眼里, 霸主的霸道, 那全是统治者的私欲, 而王者的王道, 是将自己的利益吧, 统一在百姓的利益之中, 保尽安民, 让百姓们富足, 你的威名就会远播, 天下百姓才会支持你, 可是齐宣王怎么看的呢, 他认为自己还怪不错, 心眼好, 已经很会照顾人了, 自己举了个例子, 就是看见厨师杀牛的时候, 牛吓得浑身哆嗦, 他心里不忍, 哎呀, 这个牛只发抖眼泪都下来, 别杀牛了, 得了, 换一只羊吧, 把牛算是救了, 孟子一听, 您这不是心眼好, 拿羊换牛, 这有什么区别, 对吧, 所以才跟齐宣王说, 君子远抛除, 一方面是跟他重申, 做人要仁义, 一方面呢, 也是终止话题, 让两方面都有台阶, 这个故事, 说明两个问题, 第一就是齐宣王, 他有这个自以为是的毛病, 这种毛病, 就注定了他不能很好的体恤下行, 也注定他不能很好的跟诸侯搞好关系, 第二就是齐宣王这个人呢, 挺筋怼的, 你看这个孟子啊, 有时说话的时候不留情面, 有一次他这个套路齐宣王, 先问齐宣王, 有人把老婆孩子托付给朋友, 这叫托齐宣子, 结果回来一看, 老婆孩子挨饿, 受冻了, 怎么办, 齐宣王说那简单呢, 啊, 跟他绝交, 好, 孟子又问了, 当官的执掌司法审判, 结果连手下的人都管不了, 这个怎么办, 齐宣王说那彻职查办, 孟子说那全国老百姓过得不好, 您说该怎么办, 齐宣王没食材, 扭头啊, 跟旁边人开始聊天了, 想的怎么样了, 孩子多大了, 上学了没有啊, 不接话茬, 他也知道这话没法接, 因为按照他说的, 你再往下聊, 他就应该辞职了, 这就是成语, 顾左右而言他的由来, 从这您就看出来了, 这个齐宣王朝贤纳士, 就是个行事主义, 他手底下人才不少, 孟子这个圣人都在他这, 您说他手里头没人才吗, 有啊, 关键是人家跟他说的话, 他老是不爱听, 那这些人才就算白着了, 不过有一点值得称赞, 就是齐宣王不是暴君, 没因为别人怼他, 他就发脾气, 这挺有意思, 一提脾气, 一说意见, 他翻脸了, 跟踩着猫尾巴似的, 这不好, 有人说了啊, 齐宣王能容得下孟子, 是因为孟子名望太大, 他不敢把孟子怎么样, 反正有您这么一问, 不过您记得不记得呢, 咱们今天故事开头不说了吗, 有一个人张嘴就跟齐宣王说, 说你快完蛋了, 哎, 您可能还记着, 这茬子还没说呢, 这个人没有孟子那么高的影响力, 说杀呢, 其实也可以杀, 但是齐宣王没杀他, 反而给他加官禁绝, 以人之下, 万人之上, 这人是谁呢, 哎, 这就是咱们最可爱的, 护国黄娘, 钟离春, 民间有句老话, 说齐宣王, 有是钟不艳, 无是夏嬴春, 听过丑娘娘了, 您都知道, 钟不艳和夏嬴春呢, 都是齐宣王的媳妇, 钟不艳长得丑, 但是有能力, 能福宝设计, 夏嬴春没能力, 这个带有个特点, 长得美, 所以说齐宣王什么态度呢, 国家有事了, 他才去找钟离娘娘, 要是没事了, 天天找夏嬴春, 这就是标准的, 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, 那么历史上, 齐宣王跟丑娘娘钟离春,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, 根据猎女传记载, 战国时期, 有钟离春这个人, 长得是齐丑无比, 后世根据他这个特点, 又给增加了几个名字, 其中就有这个钟离无岩, 岩石颜色的岩, 或者是钟无艳, 艳丽的艳, 就长得丑, 丑到什么程度呢, 你看《猎女传》上原文啊, 其为人也, 极丑无双, 旧头深目, 长壮大结, 痒鼻结喉, 肥象少发, 折腰出胸, 披肤若欺, 也别翻译了, 你就想吧, 要多寒碜, 有多寒碜, 这是因为难看嘛, 所以四十岁了, 还没嫁人, 你别看他难看, 有胆有势, 自己跑到齐玄王的面前, 提出来要嫁给齐玄王, 并且给齐玄王啊, 提一件, 一张嘴就跟齐玄王说, 你要完蛋了, 左右文武群臣, 没有不乐的, 咱不是因为什么, 这个齐玄王啊, 也没把他轰出去, 还问他, 我怎么就快完了呢, 钟立春给他说了四个国家的现状, 第一, 强敌环绕, 外部局势不安全, 第二, 奢侈浪费, 国家损耗太大, 第三, 不重视人才, 有能的人不敢出来做官, 第四, 君王只懂享受, 不了解民生疾苦, 也不懂得跟外国搞好关系, 一点君王的礼都不遵守, 这四条建议那刀刀扎的心上, 齐玄王, 听完之后, 史料上说他, 说他溃然长叹, 立即改正, 奢侈品都扔了, 砸了砸, 烧了烧, 找兵买马, 最重要的, 立钟离春为王后, 所以钟离春确实是齐玄王的王后, 但上马打仗, 那是说书的编的, 虽然《猎女传》的记载, 白纸黑字很清楚, 齐玄王改正错误很彻底, 但结合其他史料, 我们就知道, 《猎女传》的记载呢, 夸张了, 秦玄王制造才书, 能听意见, 但是却听不进去意见, 他是这么个人, 当然了, 他也不像这个相声里说的那么没起子, 至少他懂得捕捉战机, 知人善人, 否则也不可能五十天差点灭了燕国, 不管他行事主义也罢, 敷衍色泽也罢, 对于文化界的重视是真的, 没有他跟他父亲齐玄王两代人的精心打理, 既下学功也不会搞得这么繁荣, 学术氛围也不会这么深厚, 换言之, 没有他春秋战国珠子伯家争名的精彩程度, 可能就得打一点折扣了, 我之前说过长篇的南口巷丑娘娘是第一步, 第二步其实早就整理出来了, 这些年一直忙, 很希望有个合适的机会, 把丑娘娘第二步给大伙好好聊聊, 您再听听我后边, 我们设计的齐玄王哪是相当相当可爱。 大家好, 我是郭德纲, 又到了郭论了, 电视剧里边经常的出现这个镜头, 擂台上站一个漂亮的大姐, 旁边一帮人呢, 敲锣打鼓, 张灯携财, 这个有很多小哥哥来啊, 就要抱得美人归, 得上台跟这大姐打斗一番, 要是能取胜, 那就可以东方画卓业, 这是 戏曲舞台, 电影电视, 或者是武侠小说的场景。 古代真有比武招亲的事吗? 咱们就可以聊一聊。 现代人的婚姻程序啊, 是经过了夏商周三个朝代, 才确立起来的。 咱们在随分子那一期里边, 就提到了古代的婚礼程序,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六礼, 那采问明, 那吉那争, 请妻, 亲迎。 就这六套礼节, 古人缺一不可。 如果您是一个漂亮的老大姐, 穿越到了古代, 想找一个武功高强的如意郎君, 办这么一场比武招亲大会, 这遗憾的通知您, 对不住。 首先您就过不了六礼这一关。 古人呢, 还特别的讲着这个父母之命, 没数之言, 就是娶妻, 必须征得父母同意, 必须有人来说没。 明朝有个戏剧家叫汤贤祖啊, 他写了一本《还魂记》, 记载这么一个故事, 有个官家的千金小姐杜丽娘, 有一天睡觉, 梦到了一个书生啊, 这个书生叫柳梦梅, 为了方便各位记忆, 咱们就借用天龙八部的角色, 分别称这两位, 梦姑、梦郎。 这个梦姑、梦郎倾心相爱, 来了一场梦中的旷世恋爱, 但恋爱的同时, 还必须遵守父母之命, 没说之言, 因为不能跟自己的情郎搁在一起, 梦姑随后欲语而终, 变成了鬼魂寻找梦郎, 人鬼相恋感天动地, 那么梦姑最后起死回生, 和梦郎永结同心。 遵守父母之命, 没说之言, 虽然有时候会酿出爱情悲剧, 但在古代, 有它存在的合理性。 因为在古代, 女子抛头露面的机会很少, 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, 出嫁之前都是在自己的闺房内, 学习亲戚书画, 或者是女工针线活, 所以小姐的这个闺房, 都称作秀楼, 如果生在贫苦家庭, 女儿呢, 可能随着父母干些活, 但也是日出而作, 日落而息, 所以婚姻以父母之命, 倒也在情理之中。 除了六礼和父母媒婆的介绍, 在古代, 男女结婚更讲究门当户对, 这个概念最早起源于西州, 当时的贵族为了保持血统纯正, 都是贵族之间通婚。 到了两进南北朝时期, 推行这个九品中正制, 门第等级森严, 士族与数族之间禁止通婚。 所以在那个时候, 要你说来比武招亲, 抛袖球招老公, 这不好说, 你弄不好, 命就没了。 咱们说了, 古人对这个婚姻的态度, 分别有婚姻六礼, 父母之命, 媒妁之言, 还有门当户对, 这三种情况。 但也有个别现象, 咱们具体说, 这个史记里边有一个词, 叫坠婿, 就是上门女婿的意思。 大伙都知道, 就婚于女方家和改为女方家姓的男子, 称之为坠婿。 对男方来说, 这叫出坠, 对女方来说, 这叫招坠。 男子盗女家当坠婿, 称为是入坠。 所以, 至少在秦汉时期, 就有上门女婿的记载。 古人的这个香火观念比较重, 不孝有三, 无后为大。 当然这个后呢, 古人一般指的是儿子, 指望他传承家业。 家里如果只有女儿, 没有儿子, 就只能招上门女婿了。 所以, 上门女婿最初, 是大户人家传送接代的工具。 这里为什么要提上门女婿呢? 这就跟古人招亲有关了。 电视剧里边, 咱们常常看到一些个大户人家, 为了给自己家代嫁的女儿, 寻找一个如意郎君, 会贴出告示, 鼻舞打泪。 获胜者就可以抱得美人归, 一般来说, 最后获胜的都是男主角。 金庸先生的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, 写杨铁心在北京, 为一女慕念词, 涉类台鼻舞招亲。 金国的小王爷杨康上台鼻舞, 几招下去, 就轻轻松松的胜了穆姑娘。 照规矩来说, 杨康应该娶穆姑娘为妻, 可是杨康手下人不就说了吗, 说我们公子爷什么人, 会跟你们这种第三下四人攀亲吗? 做你的白日梦吧。 最后, 还是郭靖出手帮忙。 但慕念词和杨康, 也因为这场鼻舞招亲生出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孽缘呢, 也为神雕侠侣的展开, 埋下了伏笔。 金庸先生把这段鼻舞招亲刻画得入目三分, 让人觉得, 神临其境, 那么事实上到底是怎么样的呢? 古代鼻舞招亲, 真的像武侠小说那样吗? 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鼻舞招亲, 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父母有关系。 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, 他的父亲李渊建立了唐朝妙号唐高祖, 但是李世民的母亲历史上连名字都没留下。 史书上称她为太幕皇后窦士, 新唐书记载一个雀评重选的故事。 窦士的母亲是北州的公主, 窦士的父亲叫窦义, 是个达官显贵, 所以这个窦士身份也高贵。 窦士不仅长得漂亮啊, 脑子也相当的聪明, 所以眼光呢特别的高。 一般的男人他也瞧不上, 规律大了总是要嫁人的, 于是窦义就想到了鼻舞招亲。 窦家要招亲的消息传开那还了得呀, 都得去呀, 很多青年才俊呢, 跃跃欲试, 都知道窦家小姐漂亮, 每个人都想要抱得美人回呀。 窦义呢, 就在家门口立了两块屏风, 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, 谁要是能射中孔雀的眼睛, 谁就能当他的成龙快婿。 李渊也来参加了这次鼻舞招亲, 他是武将世家, 骑马射箭是他的强将, 参加鼻舞招亲的十来个人, 没有一个射中目标, 轮到李渊上场, 两剑连发, 全都命中目标, 李渊呢, 也就成了窦义家的女婿, 窦义选了李渊当女婿, 这不就是李渊后来做了皇帝, 窦家跟着富贵, 早在隋文帝阳间取代北州之后, 这个窦家是北州的皇亲国戚, 李英受到牵连, 但李渊跟阳间是亲戚, 有了这一层关系呢, 窦家不仅得以保全, 还成为隋朝的皇亲国戚, 回头看当初的比武招亲太正确, 另外呢, 书法写得好, 也能获得这个洞房的入场券, 咱们这个讲了比武招亲啊, 大伙印象深的, 但是有句话说得好, 功夫好不等于学问好, 不管是当下还是在古代, 有文化的人去哪都吃香, 咱们再说一个招亲的模式, 叫做比文招亲, 比文招亲和比武招亲这路子差不多, 比武是打了一台, 谁胳膊跟硬谁就赢, 比文是拼的笔杆子, 谁的墨水多, 谁就能赢, 不过遗憾的是查了很多的资料, 没有在史书中查到有关比文招亲的资料, 但是不少古代小说都有记载, 小说里边这种套路不少, 一般都是对联, 比拼才学, 套路一般都是这样的, 大富商, 财主, 管缓人家大老爷, 想为女儿挑选一个如意郎君, 就在家门口贴了一副非常男的上联, 来这么一个满腹财情的秀才, 打这锅, 一说下链斗败了一群顽固子弟, 在众人的羡慕下成了这家的姑爷了, 反正这个套路也不知您各位看什么感觉, 反正一般人巧是挺爽, 现在网络文学流行这个爽文呢, 爽文就是贫困的男主角, 或者是父母双亡, 或者是退婚羞辱, 总之惨的不能再惨了, 然后机缘巧合下, 得到一番奇遇, 最后男主角与这个倔强失利碾压对手成功登顶, 读者看着, 喝爽, 浑身书的可过瘾了, 所以现在看这种倚文招亲的套路, 应该就是爽文的始祖, 虽然没有查到倚文招亲的历史, 但是我们找到一个以文采博得老丈人好感的历史典故, 谢安是东晋的一名政治家, 他以八万兵力打败了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, 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肥水之战案例, 为东晋赢得了数十年的和平, 据晋书《誓说新语》等记载, 一个大雪天, 这儿定量, 谢安呢, 就把这个家里的子女距离一块, 谈论诗文, 突然间天江大雪, 谢安很高兴就说了, 白雪纷纷何所思, 他有个侄女叫谢道运, 接了一句话, 魏若柳絮淫风起, 谢安很高兴, 谢道运的这个财名呢, 也就传开了,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, 谢安就把这目标瞄准了门当户队的王家, 本来很喜欢王羲之的五儿子王徽之, 但王徽之和年轻时候的谢安一样, 受魏晋文坛风气的影响, 做事有点放荡不济, 谢安再三考虑, 觉得王徽之不是那种可以贯彻始终的人, 就放弃了把侄女嫁给他的想法, 王羲之的二儿子王宁之忠厚老实, 文学造诣非常深厚, 草书、历书写的都非常好, 于是呢, 王谢两家就成了婚了, 谢安把侄女给他了, 这个联姻在当时是个绝配, 有个古诗啊, 旧识王谢唐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, 指的就是王谢两家, 后来东晋战乱, 两大家族随着衰落, 那是后话了, 聊完了秀哥被拼墨水呢, 咱们再讲一个靠运气娶媳妇的故事, 一些个古装电视剧里边动不动呢, 就会有这个抛锈球的情节, 大户人家的小姐嫁一个男人, 有的时候呢, 就用抛锈球的方法做考验, 元代杂剧作家王师傅, 有个作品叫吕蒙正风雪破妖记, 记载这么一个故事, 北宋参之正是吕蒙正, 他的婚姻就是靠着这个绣球啊, 跑出来, 吕蒙正虽然家境贫寒, 可是才高八斗, 立志要考取功名, 赶考的时候钱在路上花光了, 没有赶上考试, 这个时候呢, 赶上刘元外家的女儿抛锈球, 她就上前凑个热闹吧, 这个女主角叫刘月娥呀, 人很漂亮, 发现吕蒙正这小伙子很帅, 彬彬有礼的, 刘小姐对她是一见钟情, 故意的就把锈球给了她了, 吕蒙正那是穷酸的, 没钱没事, 穿那个卖零碎仇子似的, 刘元外满心不愿意, 我能把闺女给她吗, 怎么劝都不听, 刘小姐认头了, 非吕蒙正不嫁, 一怒之下, 刘元外就把女儿赶到了吕蒙正居住的破窑里边, 本来这是棒打鸳鸯的苦情戏, 可故事到这儿发生了转折, 吕蒙正进京赶考, 高中状元, 皇上专门为她赐宴, 再之后呢, 吕蒙正回家乡坐支线, 为了试探月娥, 先让梅婆谎称自己死了, 劝月娥改嫁, 遭到拒绝, 吕蒙正假装没考中, 月娥呢, 也没有嫌弃她, 吕蒙正这才说实话, 结局是皆大欢喜, 夫妻团圆, 老丈人认了女婿, 还表明了当年羞辱你是为了激励你上进, 免得你迷恋富贵, 咱不管是老丈人敷衍也好, 胡说八道也好, 讨好也罢, 不重要, 总之, 妇女和好, 一家团圆, 吕蒙正在历史上确有其人, 而且确实是当了大官, 这个抛锈球的故事呢, 那基本上属于虚构, 这个抛开历史, 单从故事上说, 刘小姐眼光非常的高明, 选中了自己的如以郎君, 除了故事呢, 有些个少数民族, 确实有抛锈球的习俗, 你比如壮族, 特定的节日里, 青年男女聚的一块儿, 唱歌跳舞, 戴上自制的锈球, 看到心仪的对象, 就把锈球抛给对方, 锈球就相当于是定情的信物, 其实这个靠运气招亲呢, 还有一种形式, 叫童年大会, 是权贵们挑选女婿的专场, 就是古代版的《非诚勿扰》, 你看这个《太平欲览》里边不记载这么一事吗, 唐桃科举考试放榜了那天, 英式的考生都挤着去看榜, 凡是中了晋式的, 都会到长安城景致最好的曲江吃叛, 举行童年大会, 唐代晋式非常难考, 报名英式的数十万人, 最后能考上了晋式的几百日, 比现在考公务员还难, 所以考上晋式就特别的稀罕, 新科晋式举行《非诚勿扰》这天, 权贵家的女儿都会出动, 现场逛逛, 挑选白马王子, 看见忠义的呢, 就让父母提亲, 如果南方也答应, 那是立刻拜唐成心, 到了宋代, 绑下选序, 甚至成为一种婚姻文化, 因为在唐代啊, 取得公明之后, 还要经过考试, 才有资格做官, 到宋代呢, 只要晋式吴甲以上, 就可以直接当官, 而且升迁的速度呢, 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很快, 宋朝政府的高级官员里边, 科举出身的, 占了压倒优势, 可以说, 宋代读书人, 经过十年酣窗的努力之后, 一旦科举成功, 得到了将是精神物质两方面的朝职回报, 续资质通鉴长编, 记载, 科举放榜当天, 这个权贵富豪们集体出动, 争相挑选榜上近视, 做女婿, 这个情景就是抢啊, 坊间称其为卓序, 当时呢, 一个刚中举的年轻人, 有没有故事, 年轻人, 长得挺标准, 为一个大户人家看中, 大户人家派了, 十多个家庭, 把年轻人请到家去, 到家之后, 这个一个穿官服的人来了, 说我有一个女儿长得不丑, 嫁给你愿意吗? 青年说愿意啊, 就是一二天, 回家跟我媳妇商量一下, 大伙都乐了, 一个笑, 这时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, 聊完了古人的招亲呢, 把话题扯回来啊, 大龄的未婚男女的问题, 是很多家长的心病, 也就引发了很多家长啊, 主导的相亲活动, 有让家长苦口婆心说服去的, 有是威逼利诱去的, 其实呢, 相亲跟自由恋爱无关呢, 自个儿的幸福, 自个儿知道, 很多人把自个儿的条件, 跟车啊房啊钱啊星座连一块, 挺麻烦, 相对而言, 古人选择结婚的手段, 比现在有趣多了, 也重感情多了, 那么最后呢, 给还有圣男圣女的听众们提个行, 列位, 如果未婚事感到繁庸, 那么不妨来一场金庸式的比武招亲, 或者比门招亲, 考察未婚男女的人品素质, 不要再很单一的关注他们的物质财富, 咱们愿天下有情人忠诚眷属, 是前生造定事, 莫错过姻缘, 给他一类的工厅, 我们下期见, 我下期见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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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下期见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